所以这样我们会讲我们的hard deal 我们继续hard deal 你要开new shift就按这边 ok 按new shift 然后这个是你的shift name 然后几点clock in ok 比如说是8点到5点 然后是从几时开始的 ok 比如说明天 然后到2027年 ok 从那个shift就不会expired 然后是5E到5E而已 如果你是每一天都有做工你就check到完咯 这样你的员工就可以去clock in ok then这里是ignore earlyclock in 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不要keep track你的员工他早进攻 那你就ignore咯 如果你是说你要知道他们几点早进攻 你就不要按这个button ok ok 这里的话是for hourly还有daily的user的 ok 如果今天也是拿着money 这里就不会有影响 ok 可是如果是money 那就可以用我们的overtime ok overtime的话你如果有一个3000块的salary 然后你有做ot 这样我们这边也会帮你trace 然后你就按allowot 所以我们的allowot有两种 一种是要submit form的 它叫overtime request 一个叫overtime duration 这个就不用submit form ok 所以有一些公司他们想要员工他做一个中 他就要submit一个form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做一个中而已咯 ok so如果这一个的话呢 就不需要submit form的 ok他们可以继续做咯 after他们的working hours 他们可以开始继续做他们的ot这样子 ok so因为我不需要我的员工submit form 我就按这个了 limit overtime duration 然后我有限制我员工的ot时间 ok我可以他们做1000个minutes ok 如果是1000个minutes 基本上其实他就不会超过这个overtime的duration的 ok所以你们可以放长一点 如果你们说我的ot呢我给我员工做6个小时 那你就放360分钟咯 ok 360分钟 然后我们有overtime的pay rate ok这是normal working hours 要过后有一个ot的rate的 ok so今天比如说是51到55 然后他们做完5点了ok 因为刚才我的shift是8点到5点 他们after5点他们有做ot 这样他们就跟着1点 可是如果今天是public holiday 他就会跟着这个rate ok 如果今天是劳动节 这样他们进来做工 然后我就会直接给他2倍的价钱 ok所以我们的系统是可以帮你们detect的 然后selfie是这里咯 ok如果你要他们到的时候selfie 还有出去的时候也要selfie 你就按这两个button ok so如果你有location的话 ok你有一个指定的office 你可以放这边 比如说我的officer在klcc 那我就放klcc ok如果你有很多个brunch 你也可以放不同的brunch的那一个location的 但是如果说今天你的员工是走site 或者是说他们是做sales的 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location ok但是你要他们准时打卡 那你就不用放这个 这样我们系统就会autodetect他在哪里 还有就是他会detect他的地方 然后他也会跟着他的那个location去capture的 ok如果你有一个特定的地方 你就可以放radius 如果你没有特定的地方 ok这个radius就不会有影响 所以你做好全部东西要 你做好全部的东西 你就可以按create newshift ok 所以你create了newshift 那shift就会在这边 right 然后你就可以assign给你的员工 ok比如说我有一个员工是在这个shift的 那我就assign这个 ok如果你的员工他本身有很多个shift 你就assign到完 然后全部assign到完 员工可以自己选他的shift的 right so after你assign了 在roaster这边 你就会看到他们是属于什么shift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看attendance record ok 所以今天你会看到 oh so有来ok todayattendance so这一些还没有做工 ok是absent 然后fired今天是working day的 但是他没有来 right so present tab 你可以看到 ok 今天他有来 那就按假 这是present啊 ok他们的出席 的那一个表 有b代表 可以add it ok有b代表可以add it so如果说这个人 你看他是从3月29做到4月的 就代表忘记打卡咯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更改他的ot ok更改他的ot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 写一个remark 这样子啦 可以写一个remark forgot ok ok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写一个remark ok 然后如果这个attendance 你after你改了 你是需要approve的 如果你是要算在你的payroll ok如果你没有approve 这样这个attendance 他就会作废 他就不能够include在你的payroll right 然后我们有absent的list ok这里就是absent ok so你可以看到谁是没有来的 可以没有出席 otrequest就是刚才我讲的咯 如果你是要你的员工submitform ok比如说他这个这个热期 他做两个小时你要他submit ok so这一边他submit了一个form 然后刚才ot那边他又做了两个小时 这样子我就可以给他签 ok这边我approve了 在present tab我也approve了 这样两边都approve了 他就会给在那个payroll的地方 ok 然后这个otform呢 是属于给那一些工作在hybrid的 ok在hybrid公司做工的 比如说今天他又有workfromhome 他也有在office做工 ok 然后他在office做工的时候 他就没有做ot ok他没有做ot 但是他讲他在家里做工的时候 他有做ot ok那他就填这个otform 填两个小时 然后你approve了 他就会直接算去payroll了 ok so这个跟这个的分别是 这个是需要otrequest加attendance 这个是只是需要otform而已 ok so这个是visitfeatures ok这个是说如果你的员工去走site ok 你要知道他们今天去哪里 那你就叫他们去填他们的 visitfeatures在apps里面 ok so所有这些otrequestotform 还有visitfeatures 都是在apps那一边做的 right and thenattendance report ok我们有individual ok 个人的还有by shift的 你们可以filter 然后filterby date 还有那个attendance status 然后你们可以export出来 ok so这个是我们的hardier的features 好现在我们会进去我们的setting so来到了你们的setting ok 这个是一定要select啦 ok so如果你按了这个员工就必须 要selectcorrectshift去clock in ok 可能还有三个shift 现在如果你按了这个 然后他们就要确定 ok他们是clock in对的shift 然后allowearlyclock in ok比如说你的员工ok 因为刚才你set八点到五点 可是他们有时候七点就到了 ok你也给他们找进 那你就按select 这个了selectearliest time allowed so我会放anytime 因为我就让我的员工找进咯 ok如果你说我没有一个小时前 他们可以进而已 那你就settime 然后你放一个小时前 ok 如果clock in的时候 你要他们写一个not 那你就放咯 如果不需要那就不用放 ok so我不需要他们写not ok我们要clock in就clock in咯 然后我也让他们 几时都是可以进来的 right so这个是hardier的features ok这是ot的features so就是我刚刚解释的咯 request还有bomb 然后这个是routing policy 通常我都会放no routing啦 这样我就可以capture一个exact的时间 员工几点进来和几点出去 ok so因为attendance是需要approve的 如果你是要算在payroll的话 ok so因为有很多attendance ok所以我们也有这个auto approval的features 但是呢auto approval的features呢 你是需要普及全部的citeria的 ok我们的citeria也很简单 一就是你要assign那个shift给你的员工 二就是他不能在他的off day打卡 然后他要记得clock out ok 然后他不能做超过他的allow hours 好像刚才我放八点到五点 然后我给他做六个钟是maximum的ot ok 如果他今天做十个钟的ot 这样我们也不会帮你approve的 ok因为他不正常这个attendance 然后他不能做超过不能做超过十二个小时 也不能少过五十八仙 ok五十八仙的话我们不知道 你到底是按错了 还是你们是找出去 ok找clock out that's why我们也不会帮你approve ok当你enable了这个 如果你的员工的那个attendance 他能够fulfill所有的citeria 这样子我们就会帮他auto approve ok so cutoff date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cut了ok 比如说我放二十八号cut off ok anyattendance that after二十八号 ok after二十八号过后的attendance 他就会去下一个cycle ok 所以如果这个人他做ot ok他做ot是二十九号 这样他要下个月才可以得到他的ot钱 so这个visit feature就是刚才我讲的了 ok如果你allow的话 那你就按yes ok 已经yes了过后他会问你咯 你是需要他们放notes吗 你需要他selfie吗 ok 如果是需要你就check咯 如果不需要就不用check right so我是不需要啦 所以我就关掉他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link with我们的live的 ok 如果你是说今天是public holiday ok 你要系统知道今天是public holiday 跟着public holiday的rate去calculate他的ot 那你就check咯 ok 这样我们的员工 他public holiday进来做工的时候 那个rate也会跟着public holiday的rate ok so你按了这个button 他会跳出来这个 他也会给你知道 嗯 那个attendance ok 所有的那个rate 他会apply在new clock in而已 ok如果你之前的话我们就没有咯 ok 要after你link了这一个pictures 他才会apply这个pictures ok 然后你就按confirm 然后live policy呢 你按 也是按confirm咯 ok so这个live policy是怎么样用呢 比如说今天 你apply了那个live 在你的live module ok 然后 approved了 ok 然后你今天又打卡在你的那个hardier 这样我们的系统就会show出来 ok 就会show出来under这一边 present past icon 然后就会看到在这里 ok 如果今天你在live module那边 你apply了annual 这边就会显示annual ok 你还是可以打卡的 只是他会show出来而已 ok